其实,大家把战争想得太简单了,我们中国有近15亿人口,大家理所当然,就以为中国能够拉出1亿军队,甚至有人说2.5亿,乃至7亿的漫天数量。 我想说,原来战争是拉群架啊,撸下袖子是个人就能张的吗?大家错了,十分相当彻底的错了。 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,战争是一个玩命的游戏,不是说小孩子掐架那么简单。 从实际来说,中国人肩并肩靠在一起勾扰地球17圈,若是战争发生,整个地球都不可能会有那么长的战线。 战争是一个砸钱游戏,不捉一亿士兵所需要的武器装备、量子物资、后勤保障,就是一亿人要得到的军事训练。 仓促之间,中国能凑上吗?战争需要分等级。 中国如果是侵略其他国家或局部战争,有必胜把握时候,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士兵。 现有的200万人足以,若打成大国常规战争,撕破脸皮情况下,中国7天内能召集有1400万后备役,三个月内3000万青年训练完成入伍,再动员7000万工人造武器做后勤。 中国足够对付世界任何等级的常规战,再升级,超级大国面试战,俗称核战。 这就没普通人什么事了,因为打起来的第一天内,中国就要死7亿左右人口,剩下9成9人死于之后的核尘埃。 那时所有国家都没了管打什么。 据俄罗斯媒体称,中国无与伦比的战争潜力,是真正让世界敬畏的力量。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形式的战争都是一场消耗战。 人力和物资的消耗可以说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。 而中国的部队有着别人没有的巨大的人力资源。 目前解放军的现役人数超过了220万,高居世界首位。 另外大约还有几十万预备役人员。 中国的总体动员潜力,只18岁至49岁的公民超过了5亿人。 可以毫不夸张低说,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,能与中国在军队人数上一争高下。 在未来战争中,仅中国就可以动员5亿兵力。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企及的。 中国的胜利也就有了雄厚的基础。 中国的胜利也就有了雄厚的基础。